加进来以后它产生一个叫什么 冲击效应 然后冲击效应它又有个连锁效应 像我们看不只是高雄 这个所谓的高一这家医院 我看过去的资料你知道吗 固然有一些桃园啊 雲林的一些私人的诊所 或者说我们讲的 连比较有这种宗教性的这些医院 也有在内哦 然后另外你看高一是教学医院 另外还有一家教学医院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医院不分大小 对对对 都有都有 你说这样一个情况 它如果产生一个连锁效应 而且大家忌惮于说 哇这次的这个开罚 哇所有的风声鹤唳 我觉得这次打到一些鹤阻效应 是没有错 但问题就出在 刚刚慧文有提到有一点 就是现在的规定是 停约两次 你要停约两次的话 永不续约 才永不续约 就是说它中间有一次的机会 就像邱仁跟陈靖兴一样 他们就踩到 林靖兴踩到这个空窗期 他们可以摇升一遍 像林靖兴变成靖兴医院 而且还把社团法人化 然后邱仁改成侯明医院 他们那个招牌换一下 或者说 换名字又可以继续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这 这是一个漏洞 何不就我们就更改相关的法规 你就是你有这些重大的为师 一次我就永不入用 另外第三个 这个许主任还在哀求说 我是被好朋友拖累 其实他说好朋友 就是我们眼中的坏朋友 他跟诈骗集团合作嘛 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子 你就爱求说 我希望我能够再做医生 上一次的那三个案子 包括基隆我们讲 鼠立医院那个杨医师 还有这个宜仁医院的赖医师 跟云林洛舍医院的吴医师 他们三个人喔 那时候卫生署洋言是说 要施以重罚 就拿祭出医师法 让他们永不入用 永远不能够做医师 我希望这几点这种配套 或者说已经有了 这法律规定 你就祭出重罚 言之就是你一次都不行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恶阻 就其他用那种偷天换日的手法 摇身一变 又可以继续行医 或者又可以继续开医院 而且还在那个网路上说 我是获得广大 这个我们的病人的哀求 哀求 像林静兴他在他的那个 那个网页上就说 我们我是不得不再出来 再付出 我是印广大的 我过去的病友 这样的一个苦苦的哀求 我才重新开张了 就与薪资通通都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几个防堵一定要做到 不过这一次的这个重诚 两个比较大的指标 就是医师的部分 是用撤销医师执照的方式 那现在呢 几个涉案的医师 是同一个案件当中 就是民间保险公司 所举发的同一个案件当中 涉案的医师呢 有七个人 那其中的这个三个人 是已经 这个被撤销医师的证书了 那七年的撤销了 对那就是在 为什么撤销 跟不撤销的这个标准在哪里 在起不起诉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检察官起诉的几个案例 就是杨超然赖德欣跟吴国荆 已经被检察官起诉的部分 卫生署就撤销他的医师执照 那昨天高医的这个妇产科主任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撤销 是因为还没有起诉 那其他的都还在侦办中 所以还没有到起诉阶段 这部分这四个医生呢 许世证 黄维林 罗永南跟陈汉明的部分 卫生署还没有做出撤销的这个手法 那这一次的严惩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是对医院的部分 就是这些医生 如果都说是他个人的行为 似乎医院就没有责任 那医院该不该负起管理的责任 这一次就是在这个惩罚的部分呢 惩罚到医院本身 我想这可能是医界 比较大震撼的部分 我底下这么多医生 我有一个医生A的健保费 我影响到我整个医院的营运 包括了高医 包括了这个小港医院 跟署利基隆医院 因为里面有医生 这个A了健保费 整个医院都必须受到惩署 这是可以增加医院 在管理上面的这个力度 我自己要去严格监督 我底下的人 要去自己考核 也就不再把所有的查核 考核的工作 通通丢给健保局了 主持人你已经讲了 那么多效应 所以这个案子到目前 对社会来讲 是有正面作用嘛 那这个牵动的 已经变成千头万绪 我不晓得主持人 要让我从什么地方 都可以是吧 对 不过我想问的是说 像高一这样子一个态度 今天还是跟过去一路走来 高一的态度那方面最容易处理 我先从我们两位先进所讲的 就太慢 其实快慢跟快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司法案件 所以他有他该走的流程 该走的步骤 你可以很显然的看出来 就是高一已经经过一次的 这个行政术院 然后经过健保局的 那个争议审议委员会驳回 然后他罚款就确定 是罚一五千万 或者是停约 就确认 他不是还可以再数月吗 那我想他就是 杨志伦就抓住这个点嘛 然后起诉不起诉 其实牵涉到这个医生 这个重伤害的部分 这个他的执照 我保证一定撤销 你说这些被调查的 对 但是走司法程序 跟走行政法的这一边 这个是并行的嘛 同时在进行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要赶快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 就要素权素权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要侦查 这个案子要去查 这个到底介入的有多少人 侦查不公开 这个你看 因为我们现在是全民健保 所以你去看病 医院跟医生不像你伸手要钱 是第三者付费 健保局 还有他炸的不只是健保局 而且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也是第三者付费 第三者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第三者付费 因为第三者付费 就提供一个非常广大的 作弊的空间 因为如果我只向你要钱的话 你看到我很紧 我也看你很紧 我们两个作弊的可能性就小 钱是别人出的就没关系 而且这个案子 这个你看每年的 这个案子 这个看病的case太多了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 这个业内自己抽查的 比如说查你的子宫切片 查你这些 这个拿出来的器官的切片 他抽查多少你知道吗 千分之三 一千件只抽查三件 对对对 如果你抽查的千分之三 通通是弊案的话 也不过千分之三 咱们 要不要锁那些